希望今天的鮭魚真相很成功 你的媽啊 你明星怎麼會自戀到這種程度啊 做菜做到一半 突然PO影片還說自己自戀 小S在家煮飯休閒會 帶著貓耳頭試逛超市 小S把豪邁蹲地的照片 放上臉書跟網友分享 說自己最近愛上恐流 每天在家追韓劇 直呼真的好想要工作 不過在大陸主持節目的她 怎麼會有這麼悠閒的時間呢 穿著火辣性感服裝 搂搂抱抱 東摩西捧 甚至在男性身上扭腰敗臀 小S主持的網路節目姐姐好餓 日前因為尺度太大 被中國廣電總局下架 不過現在已經準備要錄製第二季 而製作單位則表示 之後的風格將會改變 不會再有誇張動作出現 美容大王大S徐欣源 至於姐姐大S 12月中首度在場的復出 雖然身材還沒完全恢復 不過現在也剪了一頭短髮上節目 修飾自己的臉型 在懷孕期間大犯性癮的她 透露至少要五年後才會開始拍戲 點妹倆都希望能在一起主持節目 但因為姐姐好餓即將要開錄 恐怕還要再等一等了 記者盧松又羅香腿報導 12月28日起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